那首先的话呢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702 这个是数组合并排序 那所以首先的话 当然它是说输入两组数子 这个数组 然后呢把它进行排序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另外的话 它这边有提到说 输入完之后呢 最后用负的999做结束点 然后呢 最后进行什么 合并并且从小到大排序 排序的话之前 好像在资料库里面 我们有Order By DSC跟ASC 但是呢在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所谓 里面有一个.sort的方法 那哥有没有印象 那个表里面有个.sort sort .sort就是可以帮它做排序 那所以呢 第一个的话 当然你要怎么样把资料新增进去 所以特别注意 Tupel Tupel这个形态 跟List 跟那个串列 最大的差别是 Tupel是唯独的 不能append 那那个List 才能append 放资料进去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说像我们现在输入资料 你如果直接就把它 产生一个Tupel的话 你就没办法append 所以怎么办 你可以先用List 把资料放进去之后 再转换成Tupel 那就没问题了 OK 所以这一题其实基本上也是大概考你的这些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先输入什么 输入它 假设我今天把它执行一下 那大概各位想一下怎么做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你会发现 我们是另外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就是Function Function名称的话就CPT好了 那做什么呢 因为这边有两个事情是一样的 什么事情呢 就是把资料放到串列里面去 最后把结果Return 回来变一个Tupel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基本上是先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空的List 然后再把资料放进来 FileEmail看得懂吗 这前面讲 然后我们把资料逐个逐个放进去 如果它等于-999的话就break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把它append 这个好像感觉我们之前有输入成绩写一模一样 有没有 有印象 然后Return的话 这个Return意思说这个Function 最后会把什么结果还回来 它本来是一个List 可是这边的话可以用Return的时候外面包一个Tupel 就是把它转成维读的 所以它写可以写 但是最后回来的话是一个Tupel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边最后用的什么方法 用一个Sort的 一个是没有排序的 一个是有排序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 资勤 那他问你说 请你Create一个Tupel1 Tupel1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这边好了 我们用这个他提供给我们的 这个资料的话呢 我把它输入上去 然后最后是一个-999 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帮我加进去这几个值 然后Tupel2的话呢 再帮我把这几个值也加进去 最后一样是-999 所以他就把它直接再放进去 放到什么呢 放到那个Tupel2里面去 最后的话呢 就把这两个全部把它合并 因为Return回来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地方Return 如果还没排序的话长这样的 如果排序的话就是把两个整并之后的东西 再把它合并输出就可以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的话我们第一个 这个地方呢就是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Function 名称叫CPT 那当第一行执行 特别是上面这个地方是Function 第一行其实是从第九行开始 他就编写了一个Tupel1 那我们就把什么 把资料分别输出 所以他会跳到这边来 那我一直输入 输入这些 到-999的时候他离开了 所以他append的 这边都append的 最后回来的话呢 其实里面就放了什么 放这几个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这边 假如说把它到这边执行好了 把它这边 Return我就把那个什么 它Return出来的东西print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 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Tupel1好了 看一下它到底Return回来 给我们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我这边把它执行 那我一样呢 第一个你会发现 Create 那我就一样把这边 这些通通都把它丢进去 然后接下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 Create的结果你会发现喔 他就会帮我把这几个 不包含-99以外的这些值放进来 OK 另外还有个地方有点不一样 各位有没有特别注意到 下方有没有 有没有哪边不一样 对有注意到吧 特别注意喔 Tupel是什么 外面是什么 小刮虎喔 特别注意喔 如果你看到外面是小刮虎的话 那它就是Tupel 如果中刮虎的话呢 就是List 那两者之间最大差别是什么 Tupel呢是唯独的 只能读不能改喔 就是不能去做Append啦 或者做里面的Remove啦 或者做任何的里面值的修改喔 OK 那它的好处是效率会比较高一些些喔 好那一样喔 所以这边输入完之后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最后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喔 要把它全部再把它这个 Tupel1 Tupel2一样 那如果要把两个合并在一起的话 那你可以用Tupel1 加上Tupel2 把它Return一个Tupel3 所以我们最后的话 如果要把两个合并在一起 非常简单 就是把1跟2加在一起 产生一个3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print一个什么呢 Compile两个Tupel 还没有排序之前的结果 把Tupel3放进来 最后如果说呢 你要把它做排序的话 很简单 在Tupel3外面加一个Source 加一滴就可以了 把它Source 所以最后的话 它就是排序的结果 由小到大排序喔 不过这一题如果考你喔 刚好颠倒 由大到小的话 特别之后 你可能用别的方法喔 如果它里面内建 没有那个由小 由大到小的话 那你可能自己要怎么 跑一个反向回圈不就好了 有没有 然后重新再放 不过如果你要重新反向放的话 那因为Tupel它不能够修改 所以你可能要先把它转成List 再改完 再转回来Tupel OK所以很麻烦啊 但还好它不是考这样子 不然的话就很麻烦喔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喔 那把画面 还给各位试一下喔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因为喔这相对又比较复杂一些些 所以我又把那个最后的程式码喔 又把它放在第七类里面 所以请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第七类 等于六五到九的这个答案部分 OK 在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702 那当然有两个方法 我这边上面有放两种写法 一个是有制定的方权的 我刚刚秀的是有制定方权 另外一种是 如果因为这一题喔 它没有限定说你一定要 就是 就是写制定函数 所以方法一也可以 只是方法一你会发现喔 变成你要跑两次的快喔 所以为什么要制定函数 因为你为什么要跑两次 如果你制定函数就只要跑一次就好了 甚至如果说你以后还要combat更多个 那个资料的话 那制定函数那就更必要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在重复跑那个画回圈 那相对的当然喔 也会感觉程式并不精简 所以如果说呢 有些时候是跑一样的事情的话 那你就有必要把它改写成 所谓的那个制定函数 OK喔 所以制定函数的写法 你们可以参考 上面一个这个是没有制定函数 下面是由该写成制定函数的写法 OK 试一下喔 这个是有点资料 那么现在是不是很明显的 不停啊 全部都用了 如果我们下谈了 那是不是很明显的 不停啊 还不停啊 就不停啊